就我们你们学这个反手的时候 不要一上来就学怎么样握牌 怎么样架牌 怎么样回牌 你们要先把反手的击球位置先找好 这样的让你的反手打得更加的好 更加容易发力 我们正确的反手的发力 是在我们身体的外侧这一个方向 为什么要放在身体的外侧呢 变成我打完了以后 我可以很好的往前送 这样我可以很好的把球送到对手的底线 但是有好多去我们把这个击球点 放在比较靠近身体的 比如说在右肩膀的前上方 你在这一个点发力 体验一下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肩膀这一块有点僵硬 肩膀这一块都有点僵硬了 所以变成你没法往前送了 所以很多球我们都干嘛 轮大臂 所以还导致这个大臂疼 所以反手的击球位置 放在身体的外侧 打完了以后 你才可以更好的往前送 然后很好的把这个球打到对手的底线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 上合一网课 是我花了很大的精力 还有我十多年打球的这个经验 全部放在这个网课里面 这个网课我会教你专业正规的动作 而且我们不只是有理论 还会有训练计划给到你 不管是力量训练 身体素质的训练 技术的训练 基本功能训练等等 这一套课程 全部都会给到你 你只需要听话照做多练 一周练个三到四次 一个月慢慢会见到效果 而且练完了以后 可以拍视频给黄教练 我会有本能一对一的球阵指导你 所以你不用担心 学不会 这一套课程赶紧报名 跟正黄教练一起提升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 和我深度交流 请不吝点赞订阅